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头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孟柏对阵塔吉克斯坦选手甘吉娜的比赛 孟柏成获得2015年勇斗士冠军和CKF冠军等等 赛前孟柏的战绩为11战11胜 真是因为孟柏在实战之前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 好取了11连胜 孟柏也被全民们誉为中国MMA不败女王 而这个甘吉娜来头非常不敬畅 甘吉娜成获得ITF跆拳道世界冠军和塔吉克斯坦自由搏击冠军等等 甘吉娜也是塔吉克斯坦总统的接身保镖 赛前甘吉娜已经取得了6战6胜的不败战绩 可以说也是一位顶级的实体派选手 赛前当裁判在介绍注意事项的时候 甘吉娜就直接无视不正眼看孟柏 这直接激怒了孟柏 因为是高手过招 所以比赛开始后双弯都不急于发现猛攻都在斯坦彼此的拳华套落 经过短战4档后 甘吉娜先以一记凶猛的高手暴提孟柏 不过孟柏亚和布斯罗马上猛出上去和对手进行了激烈又凶猛的对拼 接下来奥特一起顺势倒地 倒地后孟柏很快抓住机会将甘吉娜压在身下 不过甘吉娜也在奋力挣脱 但是随之在此过程中 孟柏已经做好了一个裸角的把位 最终孟柏抓住机会一记漂亮 裸角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因为KO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这也让现场的观众们瞬间都会疼了 全场比赛下来 奋路的孟柏仅仅只用了26秒的时间 就将实力抢力KO了 只能说我国的漫模真的太强了